你以為F16可以隨便都放照片出來 當然不行 對嘛 那一定是不是有美國的同意的情況之下 我曾經聽過說法是說 我們F16要做任何維修 F16連一個螺絲你要把它給打開 你都要美國同意 更不用講 要把這個照片給公諸於世 那在這種方式告訴你說 我在你後面我看到你了 我隨時可以打到你了 那這在威嚇中國 為什麼讓他這幾天來講的話 軍機不敢過來了 因為你跟我玩真的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他的起手勢 他讓他這個國防部長 當得很有威權權威感 你知道嗎 好 體會 剛才講的這次大家非常特別的是 我們居然公布了兩張照片 我們鎖定了對方的殲16還有轟6 這個他們講 以前為什麼不敢做 難道我們講說顧麗雄上來 顧麗雄當這個國防部長 真的這麼敢嗎 對 這是他的起手勢 這是顧麗雄的起手勢 你知道以前的國防部長是這樣子的 如果遇到這種軍演來講的話 第一個 記者通常會報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國防部長進到核山指揮所 結果這次記者問顧麗雄說 你為什麼沒有去橫山指揮所 他說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國防部已經成立應變中心了 顧麗雄沒有進去橫山指揮所 他為什麼不進去橫山指揮所 我覺得這個事情 跟過往的做法完全是不一樣的 其實國防部已經研究很久了 有一段時間研究很久了 就是說現在都在講灰色地帶 灰色地帶 什麼樣的方式來對付灰色地帶 最好 因為他不跟你打 然後他又不是和平的方法 每天嚇你 所以每天在嚇你 每天嚇你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他全部東西全部對外公告 所以他為什麼要用應變中心來對付 取代過往所謂的直接進到核山指揮 因為你知道進到核山指揮所 代表什麼意思 就可能要打仗了 那今天來講的話 就告訴你說不一定要打仗 不一定會打 不一定會打喔 但是問題是什麼 對方又來騷擾喔 那怎麼騷擾呢 我就放照片給大家看 所以你看到這一次來講的話 他為什麼先成立這個應變指揮所 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重要 以往大家都在罵邱國正 什麼 完全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對啊 你要怎麼應對他 大家都不知道 這一次孤立雄在第一時間 523開始進行軍演的時候 他已經對外宣布了 第一集 反應第一集的權力在誰手上 在我手上 他對外直接就說 這國王部長 我孤立雄來做最後的確定 這有一個動作是什麼東西 就是安定軍心的概念 所有各級部隊來講的話 就知道說 原來最後都是國王部長做決定 我不一定要等到總統 我不一定要等到誰 這是講給誰聽的 講給所有的將軍們聽的 說我來做最後的決定 你們不用再去跑去找總統了 因為總統已經授權給我了 我就來做這些事情 目立雄我這麼大的權力 這非常非常非常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呢 他所有的訊息來講的話 可以上通到賴清德這邊 即使來講的話 再來一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重要 你以為F16可以隨便都放照片出來嗎 當然不行 對嘛 那一定是不是有美國的同意的情況 當然 那為什麼 我曾經聽過說法是說 我們F16要做任何維修 F16連一個螺絲 你要把它給打開 你都要美國同意 更不用講 要把這個照片給公諸於世 是啊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呢 那顧立雄應該也取得美國這邊的點頭 至少不反對嘛 那用這種方式來講的話 就威嚇中國說 我今天不是用社工能打鎖定你 我是用所謂的軍機守的那種視野 來放出照片 你看那個照片來講的話 是白色的框 它不是鎖定的紅色的框 所以怎麼意思呢 它是有區別的 那在這種方式告訴你說 我在你後面我看看你了 我隨時可以打到你了 那這在威嚇中國 為什麼讓他這幾天來講的話 軍機不敢過來了 因為你跟我玩真的啊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他的棋手勢 他棋手勢非常重要 他讓他這個國安部長當的 很有威權權威感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有人想說 他以前是國安會秘書長 把國安會秘書長 跟整個國安部串在一起 他壓住了軍方的這一套 也就是說他其實有時候呢 對外來講的話 先要鞏固內部 那內部來講的話 大家不聽話 那這邊唱的調 那邊唱的調 你知道嗎 就是講說應變中心 還有第一集的就是什麼 這是國防部的聯合作戰處的處長 一個處長就可以出來這個講 以前不敢喔 以前這些處長來講的話 他們基本上都要等部長 或是發言人去講 現在代表說 顧麗雄有授權給他們 你們可以對外去講這個東西 所以顯然喔 賴清德的做法 跟蔡英文的做法 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說這個 以前進橫山史為所 現在是國防部應變中心 這個應變中心 是第一次這麼做的喔 是第一次這麼做的 以往來講 我們只有在所謂的救災 比如說地震 颱風 那時候會成立所謂的 類似應變中心 而現在國防部 這個應變中心 是一改過往 進入到河山指揮所 或是遠山指揮所 這樣的一個標準作為程序 而且剛剛講 現在不是只有F-16B 我鎖定你的殲-16 鎖定你的轟-6 現在連P-3C 你的所有的中國的軍艦 在海邊上所有的作為 我也公布給你看 重點就來了 台灣要那麼多P-3C幹什麼 以往馬政府的時候 就開始採購P-3C了 有人說這個P-3C 偵查到的所有的資訊 同步的會回傳到美國去 所以什麼意思呢 其實都在做偵查 現在目前的這個演習動作 當然它這次沒有丟飛彈 但是它有實際上 把軍艦跟軍機派出來 這時候我們用P-3C 去偵查它的軍艦 然後用F-16真空 然後去盯著它的一個軍機 同時間把所有的訊息 傳回到美國去 武統 你是最早提出之後 要關注 美國現在它的濱海作戰團 已經完全改變了 整個東亞的作戰態勢 因為國際上 我是航空母艦來 航空母艦來了 以後我的軍機過來 我的驅逐艦過來 我的登陸艇過來 你說沒有 現在這個濱海作戰團 是打了打帶跑 打了就跑 那怎麼樣打了就跑 它今天公布的是 它是非常費工夫的 原來在第一島鏈裡面的 所有的小島 美國海軍陸彈隊 是實打實的 用自己的雙腳 帶著最簡單的機具 在這個所有的島上 全部都攤查過一遍 不但是攤查過一遍 怎麼進攻 怎麼退 怎麼防守 都有東西了 對 因為長久以來 過去20年的結果 因為整個中共建立了非常強大的 所謂它的導彈部隊 對 它的火箭軍 那這個火箭軍建立起來的話 它已經佈足了整個 對西太平洋的A to AD 就是A to AD把整個 整個西太平洋封鎖 包括台灣 所以它認為他們 開展吹牛說還有什麼 什麼東風快遞 對 能夠 關島快遞 關島快遞 那主要是針對著美軍的航母 那美軍的航母一艘的價錢 金額不菲 那個是十億 那個是非常高的金額的預算 的建造 然後艦上的四萬兵 總共將近平均到五千多個人 經不起任何一次的失敗 所以美軍才發展出來 所謂的濱海作戰團 濱海作戰團的發展的目的 是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它把它的海軍陸戰隊 把它改編 編制成能夠發射導彈部隊 這個是一個概念上的一個改變 它一個非常小的 它可能是一個聯的一個兵力 會變成一個飛彈的一個發射部隊 它是陸海整個整體的作戰 協同作戰 然後它不斷的在西太平洋 跟菲律賓左右的小島部分 包括我覺得 包括我們台灣很多默契 跟他們應該都建立起來了 對 它就很快速的投射 那你現在它可以 在菲律賓給你看到就是說 它有在這邊的這個跳 在這個島嶼的作戰能力 對 假設它有碰到有這個短兵相接 跟陸軍相接的時候 它還是有作戰能力 但是更可怕的不是這個東西 它更可怕的是自敵之機先 它這個濱海作戰團的目的 目的是攻擊性的目的 對 它分散了以後 然後再發展出來 就是導彈的射擊 它這個射擊的話 是直接破它的A2AD 就是你中共所有的 有可能發行這種 從中程導彈的話 我都有可能把你轟炸到 包括你的 有所有的高價值資產的 這些的攻擊的目標 它全部把你設定好 然後對菲律賓部分更重要 因為菲律賓那邊就是所謂的 它中共的潛艇進入西太平洋的 關鍵的入口所在 那那個地方如果開始作戰的話 唯一美軍抓不到 中共的部隊的地方 就是它的潛艦嘛 那它的潛艦來講的話 它可以發射這個 所謂的這個戰略武器 對 所以它必須要把這邊封鎖住 這封鎖在這邊 再封鎖到巴士海峽 這個進出口的地方的時候 那我請問你 它美軍的潛艦會不會出現 一定有的 美軍潛艦一定同時出現了嘛 所以在這邊其實是個立體的 作戰的可能性啊 所以這個巴士海峽 進出西太平洋的地方 將來是一個兵家必爭之地 在最近的這個 兩岸兵凶站圍的時刻 有兩架飛機被高度重視 第一個是F-22 F-22是美國非常重要 也是最貴重的所謂的戰機 F-22是絕對不會外銷的 只有美國人才用 這一次它居然幹嘛 派了一個中隊 約莫持八架的F-22 到了哪裡 到了普天間基地 到普天間基地 很明白的 我就是衝著中國而來 另外就是F-16V F-16V剛剛講 它是升級 升級了以後 沒講到它的夾艙 可以這麼清純的 用雷射盯住中國的戰機 而現在不管是看到了F-16V 你現在不管看到F-22 那是真的能打的 對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F-16V F-16V其實在過去以來 它的服役時間非常非常的久 但是它的升級系統 一直是系統升級 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之後 現在變得非常厲害 而且在過去來講 F-16V 我們都知道說 如果對岸的飛機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起來半飛 我們就在監控它 現在既然可以鎖定它 而且我們自己發佈了一個影片 這影片把這個小牛飛彈 Marmaric 給發射出去 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有沒有這個飛彈 有啊 小牛已經給我們很多年了 但是很少會直接把它拍得清清楚楚 而且還有一個鏡頭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要在發射之前 我們F-16V可以發射小牛飛彈 對 可以發射小牛飛彈 而且還在發射的時候 還特地把鏡頭攀過去 US Air Force 先把這個東西拍得清清楚 告訴你說呢 以前我們有沒有這個小牛飛彈 我們有 但是呢我們現在把它直接從 整個武器掛載上去之後呢 然後呢起飛 然後按發射 直接都PO給你看 讓你知道說呢 我們現在是有一個很強大的威懾的能力 好那這是F-16V 另外來講F-22就更神奇了 F-22作為這個第五代的一個戰機啊 以前來說的話 它很多的畫面都是不會釋出的 這一次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說 你派那麼多啦 一個中隊18架的F-22 欸那麼多的第五代戰機 一起到這個地方來看 然後呢 F-22為什麼厲害 你說這個是F-22的駕駛 對 它上去的時候 要把它這個什麼的 那個褲子 它那個褲子是防壓力 對 它把它弄好才能夠信得去 為什麼呢 因為你F-22它是第五代戰機 它的性能太強大了 你人不一定撐得住 如果你的距離到達9的時候 你會昏迷過去 所以呢 你這個褲子 你要把它的血液往下壓 壓好了之後呢 你才不會因為缺氧 整個昏迷過去 而且它上去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過去來說的話 很多人講說你F-22有什麼了不起 對啊 也有殲-22 那這個東西其實上去之後 你看到它直接往上拔高 漢地拔充的一個畫面 這畫面其實是震驚的世界 因為過去來講的話 沒有戰鬥機 可以這樣子直接平行 然後直接往上拉起來 拉起來的話 它可以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 從100公尺 到了4500公尺 拉上去之後呢 你現在畫面看到的 就是一個落葉飄 它也會落葉飄 為什麼要做落葉飄 因為它雖然它是第五代戰機 它有隱形 但是如果被鎖定的時候呢 導彈打過來的話 會追著它跑 可是當我落葉飄的時候 它是真的把這個動力整個拉掉 它會輸35的落葉飄 你的落葉飄下去的話 你的導彈就追不到它 當追不到它之後呢 它可以重新把這個機頭 往上拉起來之後 重新從後面來鎖定來打你 所以這F-22 為什麼它真的是這麼厲害 因為它除了會隱形 除了會超市去作戰之外 你真的遇到它 你要跟它纏鬥 你可能也打不贏它 好 所以市長 我今天看到了剛剛那個畫面 我嚇呆了 搞不好我們再看一下 今天空軍公布了兩張照片 兩張照片鎖定了中國的 轟-6以及殲-16 也就是你在空中飛 你在空中挑釁 我們的F-16V 竟然可以把你清楚地 清楚地照下來 而且我是把你鎖定了 鎖定的話 如果我的這個飛機上面 有翔尾的飛彈的話 你早就掛掉了 而且不但是這樣子 我們的海陸空 三軍全部動起來了 我們的飛彈全部就定位 保健 中國解放軍從昨天早上 7點45分 開始展開了這個演習來說話 大家都說 你好像是動畫演習 動畫攻台 但是反過來的話 台灣這支國軍是卯足全力 我們絕對沒有輕忽 保健我們號稱台灣 號稱這個刺蝟島對不對 全台灣幾乎所有的飛彈 都進入了部署的狀態 你說刺蝟 我們這個刺蝟島上面的飛彈 對 全部就定位了 當天在墾丁公園 或是在羅東的這個 所謂巫師島 全部都是飛彈就位 再來就是說什麼 保健我們過去 國軍從來沒有公佈這樣畫面 這個畫面大家看的 真的相當的震撼 什麼畫面 保健也就是這個畫面 我們空軍用鎖定 中國的轟6 還有殲16的這個畫面 保健 轟6跟殲16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畫面 我們F-56出動上升空了 升空到16000尺的高空上面 我看得到你 所以我鎖定了你 我是用最新的這個電站夾艙 AAQ33的 所謂狙擊手夾艙 狙擊手夾艙 對 我在過去 過去我要鎖定你的時候 可能要很近才能鎖定你 但是現在這個狙擊手夾艙 我可以跟過去距離約莫是圓5倍 而且我的精準度是準10倍以上 我就可以鎖定你 鎖定你之後保健 你知道事實上這個畫面 鎖定的是什麼意思呢 我只要搭載AIX的這個 9X的這個超級響尾石飛彈的時候 我絕對可以把你擊落 所以這一次我們公布了兩個畫面 鎖定他們轟6 轟6就是轟炸機 還有鎖定你們殲16的這個畫面 告訴你說 我們台灣的空軍也不是吃素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才知道說 原來我們的F-16V 是有絕對的高空制空權 沒錯 而且不太有高空制空權之外 今天我們剛剛講 我們非常熟悉的熊2飛彈 熊3反艦飛彈 對 今天也全部動員 而且你覺得非常誇張的是 你只要有個平地 你只要有個停車帳 隨時都可以編成他們的發射平台 沒錯 就是我們台灣的刺蝟島 在這一次的這個中國的軍演中間 我們展現給你看 叫你有可能 你也要欲畏懼三分 而且除了我們台灣自己本身來說話 周邊的國家其實也是動了起來 我們講到美國的雷根號 雷根號目前為止5月23號 他自己本身還有愛瑞的 約翰那個艾瑞森號 還有包括說查爾斯杜魯號 他們都在這個地方進行軍演 就是你軍演 我們也在這個地方進行聯合的整補 另外同一個時間來說 美國海軍跟荷蘭海軍 也在這個地方進行軍事的演習 包括說賓海戰鬥艦 還有荷蘭的軍隊都在這邊演習 所以你的軍演 我們目前為止看起來是動畫居多 但是亞洲的國家還有台 我們這次是絕對嚴厲的以待 完全傳統後 在準備你可能做了下一步的動作 所以說我們是實打實的來反應 也就是你中國現在說 號稱有一個無預警的軍演 無預的經驗在昨天上午7點45分 開始發動 完全不給台灣準備的時間 可是沒有想到台灣在最短這次影片 我們的熊二飛彈 我們的熊三飛彈 當然我們的天空飛彈 很多的飛彈也都就定位 不但就定位 我們的空軍出去了 我們的陸軍做準備 我們的海軍也是一對一的盯著你看 沒錯 這次的這個中共的軍演 反而是給我們台灣一個什麼壓力測試 我們能不能在短時間之內籌組 我們可能反抗了任何的這個動作 我們給大家看嘛 這個就是我們最新的畫面 就是我們空軍鎖定所謂空 空六還要鎖定這個殲16這個畫面 那當然你看F16呢 它還是掛彈升空 而且全掛彈升空 我們的F16B是滿載上去的 滿載的這個所謂飛彈完全上去 好 那我們這樣我們就講嘛 我們在這個所謂 包括墾丁還有烏石港 我們有包括熊三飛彈就在這個地方 熊三擺出來了 精準度非常高了 所以我們的北中南 宜蘭的烏石港 台中港還有墾丁 北中南都出動了 熊二熊三在北極 在我們的這個墾丁國家公園裡面 也有出現 那不是只有你看 我們的海軍也是出動 抱歉 這次海軍是什麼 一對一 你來一台我就來一台 你來一台我就來一台 你說釘古機 對 一對一給你釘古機 那當然不是只有我們台灣 包括說在附近的愛國者 沖繩的愛國者 他們也出動了這個 沖繩他們出動愛國者三的飛彈 所以日本也動起來了 當然他們也很怕說 萬一有什麼這個 所謂擦槍走火 或是中國怎樣蠢動的時候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在這一次來說的話 我們一直傳言中的這個聲音 很神秘的海風大隊 這一次也出動了 海風大隊動了 對 海風大隊你看 就是它的LOGO就是這樣 鐵拳熊兵 它就是我們的熊二跟熊三的 這個飛彈 這一次給它擺出來 保證它擺的位置是怎麼樣 它擺的位置是進入所謂的 發射狀態的這個角度 你看45度角 這什麼意思呢 隨時可以發射 如果你真的敢蠢動 敢越過我們的這個領空的話 或是怎樣的話 我們隨時發射將你擊落 所以這一次你看 我們等於是有非常多方面的 我們要在即時監控 中國任何可能軍事上面的蠢動 而且市長你講說 我們現在直接把熊二熊三 給公布出來 你說因為台灣號稱是刺蝟島 台灣號稱刺蝟島 是所有的飛彈 都已經就這個所謂的 戰鬥的位置 不但就戰鬥的位置 之前姚志祥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在當F-16飛行員的時候 他什麼都不怕 他只有聽到你轟轟轟 就是被Lock住的時候 當一個飛行員 你被飛彈鎖定的時候 你根本跑不了 對 那這是我們現在看得到了 現在很多人都說 怎麼在路上還有看到 或是很多海邊 還有看到飛彈出來的這個狀況 好 台灣的蝟島在這一次呢 我們展現了部分的威力之外 我們就講 這一次我們的飛機來說話 除了我們剛才講到F-16 你看F-16 我們用空右的方式掛彈之後 F-16首次也滿掛彈就飛出去了 對 然後鎖定 我們用這個AAQ-33的這個狙擊手 鎖定你之外 好 這個是一擊必中 而且這是傳回來的畫面 因為這個新的這個狙擊手加艙 他傳回來的畫面 是相當清晰的 所以給我們可以看得清楚說 這是什麼飛機 我們要不要把它擊落 那根本就鎖定了吧 對 已經鎖定 而且中國我們軍方 他們似乎是不清楚 他們已經被鎖定了這個狀況 好可怕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幻象2000也是了 我們現在幻象哪 新竹基地 幻象2000你看 這一次也是掛彈 掛彈升空 然後還包括說花蓮的這個F-16 那除了這個之外 制航基地的 永鷹的這個高效機 他們也出動了 制航基地也動了 對 那另外一個 我們的國軍的這個P-3C的 反潛直升 反潛機也出動了 所以等於是 我們的這個飛彈都出來了 我們的這個海軍 我們的空軍都出來了 海軍也是一樣 海軍 保證我跟你講 海軍真的是一對一 譬如說我們的海軍的 成功級的這個班超軍艦 跟解放軍的哨星艦 兩個就互相的對峙 另外一個我們的這個岳飛號 我們對接的是誰 南京艦 就這樣互相對峙 這就是海軍公布 我們一個釘一個 你說我們的班超對 對他的哨星 對 我們的岳飛對他的南京 對 甚至我們的成功級的正和號 對他的這個所謂的南通艦 對還有除了這個 還有下面的包括說我們的 康定艦的這個巡防艦 負責對付他們的這個成都艦 他們的飛彈巡防艦 我們基隆級的這個驅逐艦 基隆號 對的是他們的這個西安號 他們是飛彈驅逐艦 另外我們海軍還有什麼 瑞淵無人機 瑞淵無人機這一次也出動了 無人機也動了 對 無人機出動的時候 他公布了一個畫面 什麼畫面呢 保證就是這個畫面 我們疑似無人機 我們可以攻擊他的 進入攻擊的這個角度 跟射程的這個範圍 我們已經給他鎖定了 所以我們的無人機 是可以攻擊的 對 所以這次告訴你什麼 我們的海軍 空軍 還有我們的所有的飛彈 都同時上線 這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 我們這一次 你的臨時軍演 我們絕對是 做好所有妄想的準備 反觀中國 中國這次是不斷的公布動畫 不斷的公布一些相關的這個畫面 但是你真的有軍演還是怎麼樣嗎 其實大家並不清楚 好 宇學 剛剛講的 現在中國 我看得也嚇死了 他們現在說 我要攻擊他 我要攻擊北高 我要攻擊花蓮 北高 花蓮 為什麼打花蓮 他說因為你這些台獨分子 會從哪跑 你會從花蓮跑 所以我北高 花蓮 我都不放過 可是你說 那是眼睛夜障中 都是假的 不是 保蓮哥 他們這次很嚇人 他們說什麼 我們是無預警襲擊 原本第一天叫什麼 封鎖 我要把你整個台灣給圍住 第二天叫做什麼 我要躲島 我要躲全 把你台灣給躲小起來 但大家看完他們的 這個演習畫面 想說不對啊 這個保蓮哥 很嚇人 這個很嚇人 飛彈一直打 你看到還把台灣島 北南東 全部包圍 萬箭齊發 空軍也投彈 地面也射彈 海上也發彈 不對啊 保蓮哥 這個很可怕才對 可怕啊 不好意思 眼睛夜障中都假的 假的 都3D動畫 這動畫 這不是飛彈 這是動畫 這是AI 不知道是LVIDIA 是AI就對了 這都假的 所以他們說 這個叫做虛實交錯 我們這麼認真的把海豐大隊 給搞出來 我們這麼認真的 都已經就定位了 結果你拿動畫來嚇我 這就是我們俗稱的一句話 你以為的演習是這樣 但實際上的演習是怎樣 他們是全部都開到定點 就各位 有些真的是有真的 你知道真的是什麼 像現在看到的這個就是真的 真的是真的 但是這是假的 會動的都是假的 會動都假的 不會動的都是真的 就停在原地 所以他會動的洪流 會動的殲16都被我們F16V的 剛剛講的狙擊者夾艙 全部都鎖定住了 對 而且他沒有發射飛彈 我跟各位講 這一次大陸的軍員 完全沒有實彈演習 他就是什麼 我路過 走過節可以嗎 我就開過 飛過去 走過去 沒有任何實彈演習 沒有任何實彈演習 沒有發射一枚飛彈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要怎麼封鎖 他就很像一群觀光客遊覽客 然後就走過旁邊 然後經過去之後 然後就沒了 就這樣子 所以大家想說不對啊 可是大陸不是講得很囂張嗎 你看 我們這個3D動畫 各位我實在是懶得吐槽 你知道 他說我們為什麼要打擊花蓮 寶貝哥 他為什麼要打擊花蓮 他說我們要封鎖 你們後邊的這種戰線 讓你們沒辦法撤退到東部 但我跟你講因為我是宜蘭人 所以你跟我少來這一套 根本沒炸到雪碎 他根本沒有炸到雪碎 沒有嘛 雪碎是在中間 在這裡 根本沒有炸到雪碎 你要怎麼封鎖 所以你只是炸到了烏石港 你只是炸到了台北吧 雪山隧道還是可以走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圖在搞笑什麼 再來第二件事情 奇怪 最近傅崑崎不是才去花蓮嗎 對啊 傅崑崎是你的花蓮信使 所以你在台灣最重要的 我們講重要的這種夥伴 所以你連花蓮都不放過 對 你這樣子傅崑崎延廟擺哪裡 你就這樣直接把花蓮炸下去 所以講白了 他這個東西是荒唐 代表了一個真正荒唐的是三個字 叫做吳玉瑾 吳玉瑾 你知道為什麼吳玉瑾 有啊 他們有一篇文章講得很兇悍 他說整個中國對台灣有三次的所謂的 我奪到三次的演習 三次演習 從1996年2000年到這一次 這一次剛剛講的 我跟以前不一樣的是 我是在完全無欲的狀況下 我在早上的7點45分 當我要宣布演習的時候 我馬上發動攻擊 我發動攻擊的時候 我要幹嘛 我要讓台灣一點準備的時間都沒有 我要讓台灣措手不及 對 寶麗哥 真的 沒有 台灣真的一點準備的時間也沒有 台灣真的措手不及 但你知道有另外一個人也措手不及 一點時間都沒有準備 誰 就中國自己 中國自己 對…他說我要出心裡對不對 然後就真的所有床艦跑來這邊 各位 我們剛剛是講 為什麼沒有實戰 為什麼那個3D動畫之爛 因為代表他們連自己出軍的時候 都很倉促 都很彈簧 你說自己也沒有準備好 你也是當 你是中華民國的御官 你也就受過這個基本的軍事訓練 你說如果一個基本的軍事演習的話 你要動員 你要集結 你要動員要集結 你不是動員人 你很多的機具要動員 汽車要動員 包括彈藥要動員 可是如果你一動員的話 美國就會知道 所有人都會知道 如果你真的要無預警攻擊台灣 你證明了一件事情 中國沒有能力 無預警攻擊台灣 當然沒有 保齡哥 我直接跟你講專業的吧 就是說你今天軍事要怎麼動 第一個 你所謂的集結代表人力 再來第二個 它的重型機具 它的重型火炮 是不是要調動到指令的位置 要調動 調動那個叫什麼 交通 所以它至少需要好幾天的時間 集結交通 然後人力要安頓 安頓之後再來 各位第二件事情 請問一下實彈演練 實彈射擊的時候 中國曾經發現一件 非常頭痛的問題是什麼 打歪了 打到了所謂的日本的經濟海域 所以各位你知道的是什麼嗎 今天不管你要射任何實彈 他都要第一個限高 比如說我3000公尺 比如說我無限高 他要把你的指定高度過來 為什麼 因為會有民航機在飛嘛 所以你要先預告 預告說比如說我這邊 三天之後 七天之後 要開始展開火炮演練 請問一下中國以前有沒有這樣做 有 有嘛 有這樣做 因為你要尊重大家 大家知道你演戲 你大內宣過大內宣 你玩假的公共玩假 但你不要影響到我們賺錢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他所謂的無預警 這些預告的東西 他做不做得到 他做不到啊 他不可能預告啊 再第二件事情 請問一下我們發射實彈 他通常都要SOP 比如說我們以我們國軍也好 你今天要調動一個實彈射擊 你那個籌備時間 至少要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甚至到一個月 為什麼 因為你要從倉庫裡面去調貨 調貨之後 裝載到你的所謂武器上 船艦上 飛機上 因為中國不可能每一次飛行 都把實彈掛在機身上的 不可能 所以他等於說 這些狀況 他根本沒有辦法符合這個狀況下 而且最至關重要的 請問一下 你現在所有任何的軍備 在整棟的時候 他會不會有電子參數 當然會有 變更 而且各位 我們是不是今天跟大家介紹過 整個地表衛星完全被覆蓋 整個美國的軍事衛星完全覆蓋 所有中國的一舉一動 通通都會被清楚掌握 只要你調動到實彈 調動到實兵 調動到任何的發射 美國第一時間都會掌握 所以你在這個情況下 中國要怎麼無預警法 他根本沒辦法無預警 所以中國這次的軍院 根本自不其斷 以中國現在人類 或者你現在的營 等於說你現在的保密房間的能力 你根本不能預防別人的偵測 你無法預防別人的偵測的狀況下 你根本不可能在台灣 無聲無息的狀況下進行攻擊 反而你給台灣一個反攻擊 反守的能力 對 毛鄰哥 所以他這一次真的是給台灣 一個非常重大警示 什麼警示 原來大陸沒有辦法無預警攻擊我們 如果他要無預警 跑來我們家門口 他要無預警圍繞在我們身邊 那他就會什麼都沒戴 就跟你出門沒戴錢包 出門沒戴手機一樣 這個人就不會是我的偵測 所以他只能用動畫 我就懂了 這動畫後面你知道 做動畫這整部 做得最好你知道是什麼嗎 做得最逼真是什麼嗎 就是後面寫的那一首詩 什麼什麼長空立劍 什麼習近平又什麼樣的 對 就那一首詩最好 除此之外 其他的都只是笑話一場 好 我看 剛剛講的 昨天的時候 我們的賴清德總統也動起來了 賴清德總統特別去看海軍陸戰隊 第六旅 還有今天 美麗島電子報民調第一次 針對賴清德總統 做了一個所謂的民意調查 他的信任度居然高達53% 把他嚇壞了 你之前 你的就職演說不是在講說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你幹嘛搞一個兩國論 本來也會把大家嚇死的 你的所謂的當神剛剛講 你的信任度居然還有53% 華絕哥先講一件事 因為賴清德總統的就職演說 就擺在那邊了 講完之後 美國的國務院的布林肯國務卿獎 祝賀台灣第五位的民選總統 所以看起來美國並沒有 Denine他的這個就職演說 看來他也知情 第二個 賴清德總統你講完以後 兩岸互不利屬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國互不利屬 這不是蔡總統講過的話嗎 蔡總統2020年 沒有 蔡總統講是兩岸互不利屬 華絕哥四大堅持的第二個就是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只是報紙都寫兩岸 他的用詞就是中華民國 但沒關係 那個時候大陸沒倆工 這次倆工了嘛 馬上就要這個對不對 要軍演了嘛 但重點是 你要軍演 我沒閒著 身為三軍統帥的第一個公開行程 就是帶著國安會秘書長 吳釗燮跟國務部長 顧立雄去哪裡 去66旅 66旅有什麼了解 66旅是我們在北台灣 最重要的陸戰隊66旅 現在目前戰績最強就是這個 我早上訪問海軍陸戰隊的上將紀臨連 他說最強就是這個部隊 他到了現場 你說這個是台灣最強部隊 有這麼強嗎 反斬首就靠他 而且他的戰績 確實是現在陸軍當中最強的 好 那你要知道 他是陸戰隊 好 那重點在於 他今天用三軍統帥的身分去 對不對 因為四島以前 每個總統都會四島 他的講話內容 他說什麼 他說 我要維護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國軍占第一線對不對 我三軍統帥賴清德 我也占第一線 所以他今天就跟你出來 你今天這邊在軍演兩天 因為突然軍演嘛 三軍統帥綠克露臉 而且帶著國防部長 跟國防部長去到現場以後 也跟大家講我不會退縮 但第二 你的動作是這樣 那我們的國軍 當然校總統帥 對 可是人民可能會擔心啊 你就不要說這個就好啊 我看國民黨都罵他說 你這個東西就是挑釁嘛 就挑釁嘛 問題是我就問嘛 那你要怎麼樣才不叫挑釁 我們當特區就不挑釁啊 我們當台灣省就不挑釁啊 你今天如果你堅持 你是中華民國 到現在為止我很不能夠理解 也不能量體就是說 賴清德明明講我們是中華民國 但稱呼可以講台灣 可以講中華民國台灣 他又沒修憲 他也掛國旗啊 以前保證哥你記不記得 阿比亞做總統的時候 剛開始2000年 然後在二十幾年前了 很多海外獨派的人 看到國旗還不想拿 他搶人洞 還躲到地上 可是現在你們有沒有發現 從蔡總統到賴清德總統 這幾年以來 其實海外的僑胞 獨派都可以拿國旗啦 拿國旗啦 拿七年百日了 是啊 那他是第幾任總統 第十六任啊 哪一年 一百一十三年 所以他並沒有改國號啊 那他也沒改國號 我先跟觀眾朋友講 因為剛剛在講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叫利劍演習 2024A對不對 接下來 還有B還有C的話 還有 可能還會有 因為他第一波 我覺得我就在講 裴洛欣那次來的時候 他空中有做預警 因為他怕飛機機過去 如果下一次他公布的話 三天前 他也有可能再打飛彈 打到台灣的東岸 好 那簡單講 在這種狀況之下 賴清德總統他做了選擇 我們要看民調 參考民調 觀眾朋友 這個是最新的美女島電子報 五月的國政民調 他這裡面你注意看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蔡總統他已經到完八年 他的滿意度跟信任度都很高 蔡總統在現任前 最後一次四月的他的滿意度 在這裡信任度有沒有 是多少 是49.7 49.7 對 51然後49.7 最新是49.7對不對 那我問 賴總統才剛剛上任四天而已 他現在多少 53 53耶 賴清德的信任度是53 居然比蔡總統還要八年還要高 代表什麼 代表台灣一半的人也壓上去了 沒辦法了嘛 既然他願意守護也第一線 也不會落跑 一天到晚講說如果大陸打來 他一定落跑沒有 第二個 他的滿意度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個參考值 他剛剛上任四天而已 所以賴清德總統 他的現在這個態度 他雖然把這個油門踩到底 可是保健哥我就講 對岸就說沒有中華民國 那難道你跟他講說 回到這邊倒 走到最後呢 有可能是中華民國 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 兩邊一中嗎 沒有這個選項 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選項 的時候 他就回到憲法告訴你 我們是中華民國 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至少在最近的這份民調 還有最近在立法院發生的事情 你從這個民進黨中 你會發現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滿意度 居然都降低 而民進黨的制度是升高的 好 所以董事長 剛剛講的 現在整個中國戰武平 所以你向全世界宣誓說 你在一個無意義的狀況下 要進行對台灣攻擊 結果我剛剛講的 你全部都是動畫 全部動畫就代表說 你根本沒有時代演習的一個準備 而且你反而給了台灣一個好的測試 一個好的反應 這個畫面這兩天 全部的人都在 今天很多人都傳給我看 很多人覺得非常震撼 很多人都我說 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結果國防部已經證實了 我們的F16V 用的是狙擊者夾倉 這個狙擊者夾倉 是比過去的夾倉 正常講的 準確度多十倍 距離多五倍 我把你遠遠的看得清清楚楚 我的上面戴著所謂的小韋車飛帶 是直接可以把你給打下來的 對 這個我們有武器 有新的這個戰術型的這個 戰術型的這個新的力量 但是剛剛宇宣已經講到一個 一個東西 這是第一天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宣布說 23號 24號兩天演習 對 演習因為它有一個包圍區 它是總共有五個區域包圍 五個區域 五個區域包圍有一邊是在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的話 那個每日是非常大量的 慶航區 會有大量的這個 這個貨輪跟郵輪在這邊 每天有上萬燒在這邊 在航行 應該一定要有進行區的 結果還沒有公布進行區 也通通沒有所有的 因為他如果實戰演習 一定要公布進行區 對 因為會影響到別人 結果突然是沒有 沒有搞到半天到今天我才知道 你弄到半天你沒有帶彈 然後全部是畫面 全部是動畫 那畫面為什麼 我現在搞懂了 它這個是完全針對的 央視的內部使用 它不是要 做內宣的 不是嘛 對 它是內宣用的 那內宣用 因為它本來它每天 這個都是播給中國人看的 這個是以前舊有的畫面 它這一次 我有特別看央視 是舊的畫面 我也特別看央視的海峽 海峽兩岸的錢 我有特別看 他們這些都有在放 他放給他們說 第一個就批判 批判賴清德總統 什麼台獨工作者 這些 他平常 罵的東西都照本宣和罵一遍 對 然後把這畫面放一遍 然後到了今天搞完 他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可是他們不會直接說 你怎麼沒有石兵時代 你怎麼沒有造成威脅 你怎麼會都是動畫呢 不是 這個很奇怪 所以我的概念中 你知道嗎 我的概念中就是說 因為共產黨中共本身的 作戰的基本原則 他們的內部的宣傳 是他們的這個解放軍 最重要的一環 我經常講嘛 對 大概七成的力量 都放在宣傳上面 他看看能不能嚇到你 尖嚇到你 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這個孫子兵法裡面 講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怎麼可能不戰而屈人之兵 就是我騙你嘛 用虎的 把你嚇啦 台灣人把你嚇 嚇到你嚇到 結果我們賴清德總統 把他煞有見識的跑去 巡視我們的飛彈 巡視我們的六六旅 海軍陸戰隊六十六旅 還把我們的這個文人 國防部長 把我們的這些 一些將軍官員 一次排開了 但是這個時候就是 那這個反應出來的話 就可以反應到 他的民調上面來了 那今天有一個民進黨的朋友 高層人問我說 他說因為我們這裡面 做了很多兩岸民調 對… 所以就等一下 會真的會再解釋這些東西 他說賴清德不是很強硬嗎 因為共產黨就是認為 因為中共北京當局 都一直怪說一直抱怨 或是批評賴清德總統 是台獨工作者 那我也認為確實是如此 這是前所未有的強硬嘛 對 他說這個強硬怎麼會有 怎麼民調會高 我說這個強硬有兩個意 一個是… 一個強硬代表了 你的決心的問題 是領導的風格嘛 那老百姓要選擇一個 有強…有堅定的領導風格的總統 還是選一個軟弱的總統嘛 所以他的… 為什麼信任度 這個信任度是對人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信任度是長期賴清德總統 在台灣這個人 他的信任度到53% 而且他的這個負面表 負面的35% 負面就是表示很簡單 就是正當取向嘛 而且他整個的情勢 有非常大的變化 待會他們還可以 再做更細部的解釋 整個民調有非常大的變化 這幾天 而且我們現在面臨到 一個非常有趣的 這一次的520 是我們中華民國開始 民選總統以來最不平靜 也最不平凡的一次的520 搞到現在為止 今天的民調證明很多事情 剛好都是做對的事情 好 那就跟他講的 中國現在搞了一個突襲演戲 突襲演戲了以後 搞了半天用動畫來嚇我們 動畫嚇我們以後 我跟他講台灣是真的 把所有的該用的都用了 沒錯 我們該飛機出去了 大炮出去了 我們的軍艦出去了 我們的陸海空都動起來了 那只有台灣動畫而已 搞了半天 整個美軍 美軍也動了 勇敢之盾接下來要做了 然後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所有的演習 要一直進行了 對 沒錯 實際上在接下來一段時間 大概6月 約莫是7號到18號左右來說的話 日本要進行 還有美軍要進行所謂的 這個勇敢之盾 勇敢之盾演習 過去都在美國 美國可能召集了 跟日本還有很多盟軍 一起做了這個演練 那日本今天發出說 我們要進行這個軍演的這個狀況 這一次的這個軍演的目的 在這個從這邊 第一島鏈的 約莫從台灣 然後這個還有日本的 然後到菲律賓 然後這個這邊來說 是以第二島鏈為中心 約莫演習的位置就在這邊 在這邊來說的話 他們這一次圍起來的 這個畫面來說 第一次從美國移到 這個太平洋這邊來 那這一次預計有美軍 然後可能還有這個 包括說日本的軍隊 還有非常多國家軍隊 全部都要 那這一次全部 日本的這個基地 全部都會動用 包括說青森基地 還有工程的這個基地 還有各式各樣的基地 還有美軍基地 你全部這一次都會來這邊軍演 來這邊參戰 這個參席這個演習的這個狀況 好 那除了這個勇敢之盾之外 大家知道 在約莫是六月 六月底的時候 太平洋軍演 這個就是你軍演的時候 美國就宣布 我們六月底要進行 2024的環太軍演 那這一次呢 約莫估計約莫有 這個29個國家會參加這個 環太平洋的這個聯合軍演 也就是說不行 你要軍演 接下來美國跟日本 也會動起來 勇者之盾 還有環太平洋的軍演 29個國家 就上次你看 29個國家的 這樣轟轟烈烈的這個軍演 他們會排出來 會有實彈演習嗎 應該會有實彈的這個演習 所以他們還有 跨軍種的這個演練 這一次應該是 演習的這個狀況來說 大家都知道說 直指中國 好 那除了這個 美國還有日本的這個演習之外 菲律賓最近也在開始說了 他們預計在這個約莫距離台灣 約莫150公里的伊拜亞島這個地方 他們要設置一個這個防衛 海岸防衛隊的這個哨戰 那這個哨戰來說 大家都知道說 可能接下來就是要管制這一帶 這個巴士海峽的進出 那同時呢 我們之前這個美飛 有進行一個兼併兼的軍演 那兼併兼軍演的時候 這一次把這個堤風系統 運到那個地方去嗎 結果聽說美國 並沒有把堤風系統運走 就留在原地 那留在原地 然後我們知道堤風系統 可以攻擊 包括說他的掛了這個標6 或是掛了這個戰斧飛彈 可以直指北京 所以看起來的話 菲律賓也是在第一島鏈攻擊 可能未來攻擊中國的一環 剛剛談到就是 中國對台灣發生了一個 無預警的一個攻擊 攻擊高給台灣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一個反制 一個訓練的機會 今天很多人就注意到這一張 這一張照片就是我們的 空軍公佈出來的 我們的F-16V 他在這個空中的時候 針對他的轟6 中國的轟6跟中國的殲16 完全盯住你 因為我們現在最新的 所謂的狙擊者夾艙 可以在非常遠距離裡面 把對手抓得清清楚 不但對手抓得清清楚 我還可以把你給鎖住 也就是中共用動畫他玩假的 可是我們現在的反制 卻是玩真的 那你說我只有這個F-16V 有燈又什麼了不起 導演再看 現在在俄烏戰場上面 烏克蘭拿到了一個 陸軍戰術型飛彈 ATS-EM 這個現在在烏克蘭戰場上面 大展神威 現在在這個克里米亞大島上面 你現在要打這個 所謂的煉油場 就打煉油場 要打兵器庫 就打兵器庫 那打這個東西 真的是一個遠距離的攻擊神器 那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我們先講了 在美飛肩並肩演習的時候 他在我們最北邊的亞密島 也就是離台灣最北邊的亞密島 他曾經做過一個 所謂叫提風演習 提風演習就是C-13洞下來 腰山洞下來以後 將這個所謂的海馬式火箭袋放出來 放出來了以後就進行攻擊 他們裡面的飛彈 既然比現在在烏克蘭戰場上的 ATS-EM還要來得更厲害 對 抱歉 事實上這一次的這個 中國環台軍演來說 他們是玩假的 但是我們台灣我們是玩真的 我們這一次把我們國內 所有能夠東有的飛彈 雄二雄三 然後從這個烏石港 台中港 肯定都完全擺出來了 飛機起飛 海軍也出動 但是不是只有我們台灣 這一次就包括我們周邊的 琉球的這個愛國者三的飛彈 也把它亮出來了 另外包括說像菲律賓呢 菲律賓我們到兼兵兼兵 軍演之後呢 留在菲律賓上面呢 還有提風系統 還有海馬式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海馬式呢 這個烏克蘭呢 拿到ATA-CMS的這個 陸軍的這個戰術飛彈之後呢 他現在裝在海馬式飛彈 要怎麼打就怎麼打 打到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俄羅斯呢是 有點點吃不消 可是你知道嗎 知道美國不是只有ATA-CMS 他們最先進的PRSM 他現在也送到這個地方 這個是比ATA-CMS 在烏克蘭發威的神器 還要更加厲害 也就是說 美國是在這個地方 幾乎是布下了蟲蟲的重兵 在防止中國的這個蠢動 所以你想說 在昨天早上7點45分的時候 中國在無預警的狀況上 對台進行了一個所謂的封島軍演 在台灣的東南西北全部封鎖 而且他放在動畫裡面怎麼說 他要同時攻擊台北高雄跟花蓮 讓台灣人所有無所對齊 可是剛剛講的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準備 所以他用的是動畫 可是台灣剛剛講的 我的海陸空全部動起來了 我的海陸空不再動起來了 更可怕的是 剛剛講的 我的熊二熊三可以馬上的救地位 不但熊二熊三可以馬上救地位 我的北邊 日本 日本的愛國者三行也動起來了 不但北邊愛國者三行動起來了 最近講的 在所謂的兼兵兼演習裡面 他的提風飛彈更可怕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講嗎 台灣是一個刺蝟島 結果台灣刺蝟島不是只有在台灣 從日本第一島鏈連到台灣 連到了菲律賓 而且透過他的濱海作戰團 他是隨時可以把海馬式火箭彈 放到這些島嶼上的 保健員有沒有注意到 這次的中國環台軍演說 是7點45分宣布之後 台灣 日本 美國幾乎都全動 險見什麼 險見我們可能之前就已經有預判到 他可能會做這樣的軍演 那除了這個軍演之外 我們知道這一次 我們也出動了F-16V 我們到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國軍正在升級這個F-16A 升級到F-16V 那這一次是第一次的 F-16V 你看 他們第一次是完全掛彈出局 出擊之後 因為這一次中國有出動 轟6還有殲16來到台灣附近這樣飛 結果沒想到 釋出這個畫面 我們用F-16鎖定這個轟6 還有殲16的飛機 這個我們用什麼 我們用的就是這個 AAQ-33的狙擊手的這個夾艙 這個夾艙來說是2018年 我們台灣才拿到了 拿到了它對比舊款來說的話 它的精準度精準10倍 鎖定的這個距離遠5倍 所以有就是說我們現在可以在 幾乎相當 中國軍方搞不好都被發現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鎖定 我們之前的F-16 就已經可以做遠距離攻擊了 現在我們既然比那個 遠距離攻擊的之前 還可以再多5倍距離 對 而且我們還有這個 所以未來如果搭上這個 AIM-9X的超級小偉蛇飛彈的話 幾乎是一飛彈 鎖定它 馬上就可以把它打掉 所以這是我們這一次秀出來 秀肌肉給大家看的一個畫面 所以剛剛那個轟6 那個殲16 它根本沒有注意到我們 已經被我們鎖定住了 它的生命是控制在我們手上的 對 而且這個所謂的這個 機取手的這個夾艙來說的話 它不是只有日間攻擊 它的夜間攻擊來說 攻擊力更大 所以它是日夜24小時都可以鎖定你這個 日夜攻擊 對一個護國神器的一個狀況 好 剛剛講的 昨天其實台灣也動起來 以前台灣我們都講 我們都歸縮了 我們也不跟你吵了 我們也不跟你鬧 你現在如果這樣對付我的時候 剛剛講的 中華民國的陸軍 空軍跟海軍我們全部動起來了 動起來剛剛講的 我們的海軍是一對一的跟你定狗機的 對 好 不是只有中國軍方可以用這個畫面 我們也有非常多的畫面還有照片 而且你看我們過去也事實上 你看我們的陸軍 你看陸軍不怕利劍對不對 以實力對抗這個軍事威脅 然後空軍來說的話 確保這個國家安全 然後就出動這個F-16 還有這個相關的飛機 海軍也是一樣 海軍我就講 這一次是一對一的這個定狗機 你來一艘 我也來一艘 從此外面出動瑞淵無人機來說 去執行監控這個所有中國的 這個所謂的飛機 瑞淵也出動了 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我們就講嘛 這一次來說我們 過去我們都說我們台灣是智慧島 但是智慧島來說的話 這一次的這個軍演行動裡面來說 很多人譬如說在烏石港 在那邊與民眾遊玩的時候 在那邊玩的時候 看到就有戰這個所謂 我們的飛彈車就開到這個地方 飛彈車 看到這個地方之後你看 馬上就升起45度角 45度角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隨時進入發射的這個姿態 另外包括說在台中港 台中港來說民眾直擊到了熊二熊三 那可以肯丁來說的話 也有熊二熊三的這個 甚至我們的海風大隊都出來了 所以就是說因為 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都有情報收集 有雷達的資訊都非常清楚 也就是說進入隨時 如果假設中國有任何蠢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射熊二熊三飛彈 還有各式各樣的防空飛彈 來狙擊中國或是防範台灣 剛才講的 我們現在這個飛彈最怕什麼 最怕就是你被對方鎖定 被對方鎖定 被對方攻擊 你叫做英雄無用武決定 現在我們這個飛彈陣 我們是輪行車輛載著跑 是 而且跑了以後 我隨便找到那個平地 就像之前不在俄乎戰爭 用海馬式的時候 我只要找那個平地 我就開始給你坐標 有了坐標我就開始進行攻擊了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就講 台灣的這個自衛黨 在這次展現給大家看 另外一個空軍 我們用這個F-16V的 這個新的這個作戰夾艦 來鎖定中國的飛機 海軍是一艘一艘出去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當然我們還要周邊國家 給我們的支持 那這裡面來說的話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ATACMS 就是原本的這個 這個俄物戰場上面來說的話 這個在目前為止來說 烏克蘭拿到這個武器的時候 當時普丁在警告說 美國不要給他這個 美國還是這樣給的 那美國給了之後 你看目前我們看到這些畫面 這些畫面都是ATACMS的 他在蹂躏 或是說攻擊俄羅斯的這個狀況 譬如說這個畫面 薩姆300發射出去 發射出去沒多久之後 這個ATACMS 似乎就知道你在哪裡之後 我就馬上就鎖定之後 就把你摧毀了 所以就要馬上摧毀你的這個發射 剛剛發射 對 我去把你幹掉了 好 那除了幹掉這個之外來說的話 他用ATACMS來說 他在這個黑海上面來說 成功的這個擊落了這個 就炸了 對 擊成了這個 你看這個 這個所謂薩姆400的這個 防空氣球就被炸掉 好 另外一個 他們用這個ATACMS的兩枚 你看這就是 這個所謂這個 殘海在這個地方 薩姆400的殘海 薩姆400的這個殘海 那除了這個畫面之外 他成功擊落 黑海艦隊的這個旋風飛彈艦 就這一艘就被擊落 這個沒有畫面 你說黑海艦隊的最後一個 飛彈修足艦 對 他就被擊落了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的話 他還可以遠距離的摧毀什麼 因為他的這個射程 有350公里以上 他摧毀俄羅斯的空軍基地的這個油庫 你看 before是這樣子 after就變得是這個樣子 那除了這個空軍的這個基地的油彈庫之外 包括說他們的這個飛機機場 機場來說你看有三個這個窟窿 三個窟窿就是什麼 他們用這樣來擊落這個攻擊 你還沒有飛出去的米格31 我們就把你打掉 那除了米格31打掉之外來說 他還擊中了這個地區的這個重要的雷達戰 所以你知道這一次的ATACMS 你看一個火光出來 這就是那個雷達戰 對 火光出來就被打掉 你就知道這個ATACMS 是目前為止在烏克蘭戰場上面發威 那你知道 而且你說這個ATACMS陸軍戰術飛彈 它只是一代 現在的第二代跟第三代 要部署在亞太 要部署在第一島鏈 由美國的濱海作戰團來使用 所以沒錯 我們剛才講的ATACMS是在烏克蘭戰場上面發威 但是美軍呢 部署到亞太的 它是下一代的這個PRSM 這個武器更大更厲害 而且它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海馬式 還有這個多關火箭系統可以發射 也就是說它的機動性更快 它可以 我們剛才講到ATACMS是305公里 但是這一次的PRSM 它可以650公里 多一倍 對速度更快 然後火力更強 所以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已經拿到了 那我一預測 軍方都預測說 它可能會把這個地方 部署到靠近台灣海峽 這個地方的海馬式的 未來的作戰系統 尤其是亞太地區 它就會搭載這個PRSM 所以我們之前看到它的 濱海作戰團的演習就是 它的C113動很快的降落 降落了以後 它從C113動下來 我的飛彈車 海馬式的飛彈車上面 你說這個載的 就是這個要講的 這個PRSM 沒錯 好 那未來可能是搭載這個 攻擊火力更強 從過去的300 提升到600 好 那你更不用講 菲律賓這個地方 還留有所謂的堤峰 堤峰來說的話 它可以搭載 包括說像戰斧飛彈 或是標6的這個飛彈 它的射程範圍可以到2000 所以你看有2000多公里的 然後也有這個 所謂的涵蓋600公里的 這個海馬式所搭載的PRSM 這等於是說 菲律賓的未來可能會變成是 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 這個未來可能在防衛台灣南部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軍事的這個夥伴 所以說中國是玩假的 我們跟他講 當你這個所謂的 你要威和台灣 威和台灣總是來 兩個真的炸彈 沒有 它全部都是用動畫的 完全被人看破手下 當你被用動畫 你用動畫的時候 剛剛講我們的F16V上去 我們的軍艦上去 都是滿載彈的 對 好 那不是只有 台灣的這個 我們軍方準備好 連美國都是 雖然美國是PO了一個 雷根號的這個 PO了一個說 我們在練瑜伽 可是人家不是只有在練瑜伽 抱歉 你知道他們還練什麼 他們大規模的起降 輪流的起降 你看包括說這個 F18E的這個超級大黃蜂 還有餘音機 E2D的餘音機 鷹眼機 對 還有包括說像這個 咆哮者的這個電戰機 這個EA18G 全部都出去 他們說他們都大規模的演練 除了大規模的演練之外 你知道 美國還出動什麼 RCE-135 他們從加索納飛來 你看從加索納飛來之後 你看他還靠近 上海這個地方 然後再折回去 那不是只有5月10號 5月17號 他也來到這個地方 台灣的這個西南 西南的這個空域這個地方 然後5月23號之後 他也同步在起飛 這個P-8A 還有RCE-135R的這個飛機 同時起飛 所以顯見 美國雖然他PO了這個 我們在練瑜伽 可是美國是真的非常盯緊 在準備這一次中國的軍演 他們不能有任何的閃失出現 好 瑞德 干擾了 中國昨天在早上7點45分的時候 他說在一個完全無預警 在一個讓台灣完全措手不及 沒有任何因應實現的狀況下 他開始進行對台這個軍演 可是對台軍演搞了半天 你很多是用動畫的 跟你說台灣是完真的 因為我們的陸 海 空全部都動了 導播再看 連我們的F-16V 現在居然有一個 剛剛講的狙擊者的這個夾艙 他已經看得很遠 看得很準 請問如果F-16V的這個狙擊者夾艙 都可以看得到你 看得到你就打得到你 現在雷達包括雷達看得到 就打得到很簡單 所以事實上為什麼 這次直接公布相關的狙擊者夾艙 而且這支包括P-31反潜機 都由空中往這個海面 全部公布這個畫面 這是有史以來國防部第一次公布 P-31的畫面也出來了 為什麼要公布 以前為什麼不公布 以前你都會以為說 是不是飛行員在後面上 用相機拍還是怎麼樣 這次直接公布我們的 真兆夾艙直接拍 真兆夾艙拍 還有我們的飛機上去就告訴你說 你的飛機飛來 我就直接在旁邊半飛 這個是P-31去看海面的動作 你在海面上有任何異曲移動 我都會知道 寶傑你知道這次親門踏戶到 什麼樣的程度 他們的軍艦跟軍機是有史以來 飛的最離台灣最近24海裡逼近 你知道嗎 但你知不知道一件事 那麼這兩天他們的軍艦過來 那麼要脅迫尤其在台灣的這個 蘇澳外海跟這個花蓮外海呢 我們的軍艦跟他們的軍艦 我們盯著他們的軍艦 最近你知道離多遠嗎 多遠 一公里 你知道嗎 一公里 就是一公里 一公里是什麼意思 一個不小心啪就撞上去了 你知道嗎 但是 我們為什麼要公布這個影彈 就跟你講 國進沒在怕你 我當然整體戰力不如你 這不用講 你世界強國 你五百顆六百顆核子彈頭 你的這個等於說 船隻像下角子一樣下 但你是攻我是守 那寶傑你知道 這次單單這個機動相關的 這個反艦跟防空飛彈呢 我們出動了多少 三百多名 很簡單嘛 那為什麼 你以為這一次東部戰區跟整個中國 他們把所有的精銳都出來嗎 沒有 這一次包圍的對象包括台灣 那麼五個地方之外呢 你知道他把金門馬祖團團圍住 那包括這個烏丘跟這個等於說 東銀島也團團圍住 他表定是這樣嘛 可是你知道他到烏丘跟東銀是派什麼去嗎 他是派海警船去 所以我們的海巡署也派我們的海巡船去 你說海巡也動了 對 那這次大概是這麼多年以來 第一次我們把已經落成 已經這個等於 那麼直接下水的這個相關的 駝江艦一起派去 駝江艦上面有什麼 有反艦飛彈 有防空飛彈嘛 所以一起派去的 就在告訴你什麼 我不怕你啦 我說謊言 我們現在很多人在這個墾丁看到對不對 在台中看到 但你不知道的是 你沒看到的是 在花蓮台東的相關的海岸下面都有 全部海豐大隊都有密密麻麻 只是不讓你知道你沒有看到而已 對 那什麼意思啊 你是玩假的 我是玩真的 剛剛寶傑問說 那這次為什麼用那個動畫呢 而且動畫做得太假 跟一年前的那個動畫一樣 為什麼不實彈實射呢 為什麼 因為下一次他才要實彈 為什麼 2024A 2024A是很倉促 我從一個地方就看出 這一次根本只是一個演練而已 連演習都談不到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請問一下 東部戰區有兩艘的動拐舞 最新的兩棲登陸艦 這一次為什麼不派 為什麼 為什麼是派老舊的動拐邀來啊 因為很簡單 因為來不及派 因為是臨時決定要出來 要給賴清德要恫嚇台灣人 所以呢 臨時派出這些東西 你說來不及動員 就說來不及集結 然後呢 為了要嚇台灣人 所以故意講個 殲20來了 台灣的最大的客信 我就不相信你殲20 你把畫面相關公布嘛 為什麼 有人說 有退將說 台灣沒有這個等於說 可以偵測殲20相關的雷達 誰說呢 為了這件事情 還有一大堆國防部的人 被處分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 相關的這個等於新聞官 我們不小心把澎湖所部署 可以偵測真20的雷達車 給曝光在清潔日報上面嘛 很簡單嘛 那麼請問如果沒有的話 幹嘛要處分一大堆人啊 好那今天 賴清德我剛剛講 昨天賴清德跑去哪裡 跑去了66 陸戰隊66旅 這個很有意義嗎 很特別嗎 當然 那麼海軍陸戰 台灣曾經有全世界 最強大的海軍陸戰隊 我們有三個師 準備反攻大陸的時候用的 海軍陸戰隊打前鋒 然後呢 打完的地方就交給 後面的這個 11 20個陸軍師啊 所以海軍陸戰隊非常強 現在是99旅跟66旅嘛 那麼這一次 那麼賴清德以三軍統帥 第一次到海軍陸戰隊的66旅 去看什麼 去看包括刺針飛彈 包括各式的飛彈 跟看他的火力展示 跟他的防禦 為什麼呢 因為首都的位序 就由66旅來 這個跟憲兵來負責嘛 所以他故意去看66旅 故意去 你不要小看他 看飛彈好像感覺沒什麼對不對 他其實在做 軟性的 軟性的 抗議 就是跟你講說 你在那邊搞軍演 你以為我在那邊吃素的 所以台灣 別的本事沒有 你要攻打我 你想要這個 對我怎麼樣的話呢 我只有把我的飛彈給擺出來 中國玩假的 但是台灣搞真的 因為怕你們到時候 用演習為名 還真的要把我們的相關的島嶼 給拿下來 好 普通 每個月美麗島電子包民調 都會做一個國政的調查 在上面最後一次 是蔡英文總統 你說這一次5月 是賴清德總統的第一次 美麗島電子包 你說當時至關重要 50%是他一個重要的關卡 其實我今天剛剛講的 他上任之後 他的舊子眼說 中國非常不滿意 中國非常不滿意之後 他現在對台灣是文攻武克 在文攻武克的狀況下 賴清德的信任度 居然高達53%了 對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民調 我們的民調裡面 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信任度調查 一個叫做滿意度調查 那因為滿意度 要看他的施政的好壞結果 大概還要再多一點的時間 就可以知道 那今天看到的就是說 他的信任度調查 已經突破50% 高達53% 但負面評價來講的話 他是33.9%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就是說 還是有一些政黨的這些的 不同政黨的立場 會有不同的選項 但是目前 以他的信任度來講的話 這個就是他個人的品牌 他的一個賴清德總統 本身的人格特質 所表現出來的信任度 這個東西長期不容易變動 可是中國不是文攻武嚇嗎 不是講說你的毒性 比李登輝 陳水扁 蔡英文還來得強嗎 那好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今年碰到一個 就是說非常不平凡的 也不平靜的一個520 廣年的520大家就是有一點 高來高去 但是也不會說真的到了一個 攤牌翻臉的程度 但是今年來講的話 我們對外 對外部 譬如說北京當局跟賴政府之間 完全攤牌 他們就翻臉了 那翻臉的情況之下 你看不管他演習的是真的 真的部分虛的假的摻雜的 但是高度的表達了惡意 以外媒國際媒體的報道來講的話 都稱之為叫做懲罰 都犯罪 這種軟弱無力的懲罰 變成一個笑話了 對不對 我們也看到 那後續還有什麼東西不知道 可是關鍵是什麼時候 是美國選舉 所以我認為在美國大選11月之前 我認為北京當局不敢有大的動作 因為這個大動作會造成更大的 會影響到美國總統的選情 會影響美國選情的話 他就會付出難以想像的代價 然後第三點來講的話 賴清德反而因為這個衝突之下 對外 對北京 對內 對所謂的在野黨 這個草小野大的這個格局 因為這幾天衝撞 又衝出一個新的局面出來 所以這個民調 對 板塊在移動了 對 板塊大量移動 就是變成民眾黨的支持者 大概有 我認為有大概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年輕人 大量在這兩天 全部移動支持賴清德 這個是一個非常奇怪 而且非常具體的一個 明顯的一個現象 政治觀點 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蒐集 全方位 報內幕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由於到中 關鍵時刻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單年來上線